對於不少香港人來說 住獨立屋才是真正的豪宅 即是門口有車位的那一隻 曾經何時我也有想過 就只有一個想字 泰國真是好地方 這次的旅程似乎令夢想又近一步 Stanley 是 從小到大來到泰國的置業 他的概念就是買房屋,即獨立屋 現在好像越來越少 但竟然在來市中心的幾個站 找到有這些獨立屋,很大間 這裡走出去就是BDS的站 叫On Route 也有 也有的 但例如你說On Route的BDS站 出去市中心其實只有五個站 大概十來分鐘就到了 但很多時候我們 航空投資者也好,本地買家也好 你看到他們真的… 好幸好我們住在九龍堂,豪宅區 通常已經有車 對,一定有 所以我們包含停車位 很多時候都是用車來代步 出去市區 這個單位,樓底就很高 這個是起居室、客廳等 上面還有幾個房間 可否介紹一下實用的尺 有多少尺的範圍 其實室內的面積大概是4800呎 其實有四個房間 三層樓… 四個房間不包括工藝房 還要加多一個工藝房 其實有五個洗手間 是 其實外面的整個地區 大約有3500呎 所以非常實用 而且我們剛才說的 4800呎是實用的面積 算是十呎 十呎 外面的範圍,即是前縣… 前縣有停車位 後面有花園、水池,你自己設置 我屈指一算,其實樓價很低 剛才你這樣說的尺價 我認為大約港幣2000多元一呎 好了,這裡便便宜了 然後是否在後面斬人呢 後面斬人的意思是管理費 管理等那些… 少少進來撒冷 很乾淨,有管理原油等等 那裡的管理費是不是很昂貴 其實以這個單位為例 管理費為了港幣是1200元一個月 1200元一呎 在香港持有物業,其實成本貴在樓價外 稅項集費加加賣賣都不是野小的 來到泰國這邊置業 不知道這些稅又如何計算呢 其實買泰國物業 買樓一次性的稅項 以及每年的稅項都是非常少的 在泰國買物業 其實只需要給樓價1% 作為一個離任費 而每一年持有這個物業 只需要給大廈管理費就可以了 其實就不會有地租 亦不會有差響 所以其實它持有物業的成本 是非常之低的 那我又想知道 這裡已經做了裝飾和建設 但這些跟之前我們看的樓 會否一樣進來 就已經拿進行李進來就能住呢 好,我們買房子的時候 因為很多事件 會因應每個客人的品味需要 發展商交樓的時候 通常都是以清水房 即是甚麼都沒有 甚麼都沒有,這樣就交給你們 如果你想說發展商 因為我們是外國的賣家 想你幫他裝修賣、搬賣架是可以的 好嗎 譬如以這個單位為例 我提供價錢 其實維落港幣大概是1000萬元左右 4000多呎實用單位 室內實用面積 就是1000萬港幣左右 我已經包含工人房,5個房間 但如果我有裝修 類似這種裝修 一般不是太華麗的 但很健勢的裝修 大約有多少錢 大概加多300萬港幣 即1300萬 你就可以擁有跟這裡 一模一樣的裝修、設備 風格都一樣 你真的可以拿幾件衣服進來 就可以住了 謝謝